通常人是憑外表来评论别人的 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基于过往的经验 我并不是说这个是对或者是错 这个只不过是人的自然倾向 由于上述原因 人常常会误判了人和作出错误的决定 相反的是 神确不是根据人的外表来判断他们的 因为祂认识我们的内心 由于神是全知的 所以祂认识一切 并且深知每个人的内心 让我们思考上转第一章 二十四至二十五节 众人就祷告说 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 求你从这两个人中 指明你所选选的是谁 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 这位分由大已经丢弃 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请你向神提问 神啊,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决定 你能赋予我做出正确选择的智慧吗? 请你实此输学的真理 在作出重大决定之前 祈求神给你智慧 请向别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朋友分享你的经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